德商MVTECH負責任跨海提告 甚至親自飛來臺灣 正在臺中地檢署前 痛斥臺灣的司法不公 以及大立光斗用軟體的恶行 德商負責任表示大立光僅購買9套軟體 但卻以破解的方式 將軟體安裝在其他數以千計台的電腦上 以此謀取暴力 更痛批檢方不讓他們越卷 讓公司無法得知 實際遭侵犬的數量 宛如保護加害者 對此臺中地檢署已簽字回應 民國113年4月19號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所有券證並送法院進行審理程序 並無把券宗藏起來 對於指控深感不解 大立光公司也表示 始終積極與原廠商協商條件 但MVTECH禁止終止協商 其有不明人士藉由特定媒體散播不時報道 甚至多刺激黑函 本公司將秉持政派經營理念 全力協助司法還原真相 三星文章的憲政 台中採訪報導